恐怖在世 回到舊事那裡 你們住在這裏有什麼傳聞聽過? 誰做? 說是瑞絲拿了鹽 殺了他的男朋友 然後用鹽醃住他 用鐵箱 那個就有 經常說聽到聲音 印度Peter是住大興村的 他那時候真的有說過 所以今天就找他 我今天帶他去所有大興村經典地方 但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上去找你爸爸聊聊天? 晚上怎樣怎樣 沒有人的 第一個升降機 我進去第一升降機 一開門 你看到升降機裡面 沒有人 一隻黑衣服 整個布人 是一個女人 長大的頭 我說她在做什麼 前門色魔呢? 她是很出名的 她去喝茶 做了一件事 她告訴別人 我跟同伙計很熟 那件事我做的 我待會帶大家去看看 有個遊戲 是在後面玩的 玩著玩著就認識到這個人 認識到這個人 你認識他? 我認識他 我們幾個年輕人 看到李小鴻這樣相應 真的 很慌 他說 表演一些東西給你看 我信不信一錘可以打爆這些 好 一錘 可以彈一個 我們現在就上來 事發單位那一層 讓你回憶當時 警察封了這條 不讓別人上來 但有個問題就是鐵箱 誰知道鐵箱其實是在這裡找到的 可惡